说太多 想太多 故意让感情冷掉 不知道 一句抱歉 能换回你的拥抱 好与不好 你明知道痛苦多寂寥 简单的伪装着彼此幸福 没来过我 曾经错过的流连的一步中药 不许什么理由去边界 现在我需要勇气 向你呼喊 把我忘掉 想站在开世界术间 一场持久的爱情 注定会回到无悔间 让我这样 一直连着你不想输掉 深信的 幸福的 失落的 我希望的 绝望的 相信的 存在 我希望的 都是未来越过 到处里 人 我还敢来 童飞 下去把他拧走 那你去 我怎么好去 那也不能让我去啊 我哪打得过她呀 你看她是人的气肉 没事 不用在意 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 不能进 里边拍戏呢 你新来的吗 不认识我了 少废话 不能进就是不能进 自己人 自己人 鹏飞 进去吧 谢谢啊 然后从这一层的衣服里准备好了 十二层 对 这几场的都准备好了 那我再去 他也没给你 会让我回答 你离职以后过得怎么样 我才离职一个月呢 但是感觉过了好久啊 你走了以后我想了很多 我觉得你离职的想法没有错 你爸爸也没有错 如果换成我 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做这份工作 是月子里说 你最严切得好吗 嗯 你切得好 按时吃饭 按时拍戏 对了什么 我想问你个事 你喜欢我吗 你走了以后 我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 但是又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在遗憾什么 现在我突然想通了 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告诉你 这是最重要的话 陈墨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你可以再想想 我得去后场吧 对不起 我擅自跟你说我的想法 你不回应我 你是可以的 我只是一直都在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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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坦率地跟你说过 我喜欢你 我只是一直都在后悔 没有坦率地跟你说过 我喜欢你 陈墨姐 先吃点坚果补充一下能量吧 好 谢谢 姚老师坚果过敏 换点别的吧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没关系 我不会告诉晓雯的 谢谢陈墨姐 我对坚果不过敏 姚梦归过敏 谢谢 谢谢 又快杀千了 别光归一窥传帮了 嗯 你再等等我 我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你 我离死又近了一年 你那么高兴啊 我不知道你已经 就不能同时吃两个蛋糕吗 去 洗手去 别烂摸我蛋糕 我还有一瓶好酒放哪儿的呢 你怎么做呢 我会给你谢谢我 我就是这个 你用文字一牌 你那就是 我 ornament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不要怕 以后你就跟着我一起住 如果你不想叫我爸爸 觉得不奇怪的话 也可以叫我叔叔 陈爸爸 小子 行啊 今天是你第一天回家 咱们和张颖留个纪念好不好 终于找到了 今天咱们两个得好好喝一杯 难得你今天主动来找我 来 坐 慢点喝 爸 爸 你看你这一改口就总这么叫 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你为什么当初非要拦着不让我做记者 你自己也是个知名记者 为什么后来也放弃了 怎么突然想请问这个了 就是好奇 你可以教训我在新闻方面没有天赋 感谢大于理性 不能客观地成熟事实 但是你呢 你可是拿过新闻奖的 为什么后面也放弃了 没什么 就是觉得有更有意义的事可以去做 什么事情 比做了十几年的记者更有意义 你不是也觉得做经纪人 比做记者更有意义才转得好吗 你自己都做了 就别再小伙我了 没那么多回事 你既然那么在意我走不走正路 在意我这个便宜儿子 你为什么当初就不向我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虽然我们不是很亲密 但是你知道 我小时候很感谢你很崇拜你 就是因为你不让我做记者 我们才第一次闹饭的 你非要在我生日上 给我犯旧账吗 我爸妈出事的时候 你在哪 这是当年报纸的照片 举例现场最近的爆炸场面 是你拍的 对不对 他们发生车祸的时候 我妈妈拼命让我逃跑 让我去找大人求救 我遇到第一个人就是你 你口口声声答应 你最后跑去拍照了 对吗 你为什么不救他们 我当时已经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很快就会到 所以你就袖手旁观 不对 你比袖手旁观更冷漠 你拍的是临死求救的人 你怎么能在当下那么正气 又冷漠的拍摄 正在向你求救的人呢 所以你这么多年收养了 是因为愧疚吗 你十几年的收养 都是因为愧疚吗 这么多年 我一直觉得 是不是自己太矫情了 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做 自己的亲生父亲 因为是你 在所有人抛弃我的时候收养了我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所以我拼命地靠近你讨好我 我做记者也是因为对你的崇拜 你所做的一切 难道都是因为你内心的负罪感吗 还是因为你内心的愧疚 我没有罪 也不用还什么债 那些都是意外 谁也没料想到 即便我不拍这些照片 也改变不了任何结果 所以你说的这些 都是真的为了不好 不惜用我爱的人的预誉和未来来要求 让我对你言听计算 你对你亲生儿子也这样 我不会再任用你本路 我也不再相信你 从今天开始 你走你的路 我走你的路 你的抚养费 我会一点一滴地 还给你 我回来 我走你的路 我走你的路 对我看你 你不忍惑 好 喂 我还以为你早就到酒店了呢 刚刚跟导演聊戏耽误了一会儿 你的戏份还有多少天上前 一周后 不过我这几天戏份就已经很少了 怎么了 你找我有事 你安心拍戏 等你刹亲 好 那你等我刹亲 等我 等我 我还是会有事 你还会有事 让我说 我真的回来了 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一直都好担心你啊 没想到这段时间 你经历了这么多 还和田思思成为了朋友 思思一开始是挺难相处的 嘴巴特别不饶人 但是 她其实心肠很好 你跟她一定也合得来 姐 但是我自作主张 你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你替我交到这么多新朋友 我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生气呢 你总看着我干吗 你总算回来了 我开心嘛 这么说的话 宋慈也是你的朋友了 姐 你不喜欢她 难道你喜欢她 当然不是 那就好 本来我也想提醒你小心一点 宋慈那个人心眼多得很 不知道你片场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有空的话 多和我说说 你先去片场吧 这里我来收拾就好了 跟你客气两句 你还当真了 现在还真是明星脾气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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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偷你玩呢 快去吧 快去吧 姐 这是我们的秘密 我保守得很好的 是吗 陈墨 你会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是我糊涂了 好了 我去洗尾 你快回片场吧 该和你的新朋友们道个别了 是吗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想剧本呗 别骗我了 我跟你拍戏这么久 就没见过一次你被词的时候 嘴里不念叨 怎么了 睡得要杀青了还这么严肃 是不是不舍得我 对啊 不舍得你啊 好了好了 不想这个了 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 我还盼着杀青呢 这样就能好好休息了 等休息的时候 我们得出来约一下呀 好啊 时间地点你定 不了 还是我来定吧 你们刚才在说定什么 我们两个要约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对了 今天杀不杀你 本来说好要杀的 结果还有个镜头要补 留我明天再杀 对了 你们刚才说约会是今天 是今天 要干吗 是今天我可叫抢人 杳梦贵 晚上和我一起吃个饭吧 有事和你说 别猜了 没有狗仔 没有埋伏 就是想和你吃个饭 有公事要讲 干吗 我又不会吃了他 走了 你真的要去啊 去吧 他都那么说了 你这人怎么还是这么实心眼 一点长进都没有 好了 我以后不会再那么兴认了 只是最后一次 你对我们的约会很上心吗 我是怕你找人偷拍我 到时候 把明天的头条变成 送死艳牙姚梦贵了 我艳牙你很光荣吗 你不是觉得 只要能上头条就光荣吗 你现在可是比刚进组的时候厉害多了 有点你大学时候的样子 怎么 猜反也过来啊 好了好了 今天找你过来 是有公事要和你说 据我所知 你和常明的合约快到期了吧 你想说什么 打算许晕吗 这么私密的事情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 你不用瞒我了 你之前托李戴轩的关系 找过姜叔对吧 我今天呢 就是起到一个传话统的作用 一会儿我就把姜叔的微信推给你 具体的事情 你可以和他相谈 这细节我就不方便参与了 你可以慎重考虑 毕竟 你跟着常明 已经五年多了吧 感情还是有的 我会考虑的 想说 你可能能考虑 你怎么看 你不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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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姑娘怎么回事 谁知道 不好意思啊 让你跟着我一起丢人了 不过是餐具撞了双盘子 有什么好丢人的 你看这餐厅里的人 他们全部都在为了配合 这家高档的餐厅 创出矜持优雅的样子 其实刻薄挑剔别人无意的过失 这才是最大的答案 这两人干嘛呢 这真美丝 小姐哪儿呢 挺有折腾的 对了 你和陈墨怎么样 你没听错 我说陈墨 你现在跟我还真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了 一点都不装了 最差劲的一面都被你看到了 还有什么好掩饰的 陈墨 他能有什么呀 你再等等我 我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他就离职了呗 他突然不见了 我还以为你们分手了 但看你的样子不太像了 我还是提前恭喜你吧 恭喜我什么 他还没有告诉你他喜欢你啊 我是男人 而且长了一双眼睛 他在想什么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知道了 如果一个男生摆明了喜欢一个女生 却还忍着不说 要么是他太不想谈恋爱 要么是他太喜欢这个女生了 我一般属于前者 因为谈恋爱对我来说太麻烦了 而且付出的代价也太重 但是陈墨和我不一样 上次酒吧的事 我还欠你一次 这次给你提个醒 就当上还了 吴大郎 打扰一下 饭后能不能和二位合胃 好 谢谢 请搭友 打扰一下 我可能会不会和你走 别开 urban 打扰一下 看啊 李荣静 晴天 沙青 沙青快乐 谢谢 感谢大家 感谢 你这样 我们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的 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也特别谢谢张导 对我的教导和鼓励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肯定没有办法完成这部戏 虽然我知道说这些话很客套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我 烧心快乐 大家辛苦了 烧心快乐 烧心快乐 小龙龟 哭完来找我一下 有话跟着说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是不是我之前骂你太多了 放心 今天不骂你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试戏的时候 台词背不好 演戏也僵了不行 当时我就想 这个戏找你也完蛋了 没想到 你让我彻底改观了 姚梦归 你有成为好演员的天赋 只要你坚持走下去 你一定会在表演上有所建树的 那我们各自努力 在更大的舞台上再见面吧 加油 加油 梦梦姐 我们到了 梦梦姐 我们到了 这么快啊 这么快啊 好 那我先上去了 梦梦姐 你先上去换衣服吧 我们在这儿等你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出发 去杀青宴 好 对了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点东西 杀青了 给你们准备了小礼物 辛苦你们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的照顾 好 那是我委托公司同事写的推荐信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 行 那 我就先上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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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啊 莫莫 你怎么先走了 我还在这儿找了你半天呢 对不起啊 真是的 行吧 那我们就杀青宴再见了 哦 不见不散 姐 我回来了 我在这儿呢 都拍完了 嗯 钱都拍完了 我 莫莫 虽然这些话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这用什么的 我们是亲姐妹嘛 姐 我 莫莫 你是不是想要问我 你能不能去杀青宴啊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而且又很善良 这次 是你最后一次能见到全剧组的机会 我想 你应该会想去吧 我和大家约好了 不见不散的 莫莫 这次去杀青宴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这是我唯一一次 能见到全剧组的机会 我可以从今天 得到很多对我有用的信息 不然的话 我很可能在之后的路眼当中露线 希望你能理解我 姐 你说得对 杀青宴 本来就应该是你去的 之前也是我提出来的 我不能反悔 姐 你原谅我 不会跟张志一 Stephan 姐 你等会儿 能不能对我工作人员态度好一点 我对他们很凶吗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对常明的态度 我尽量 嗯 孟孟姐 谢谢你的手里 把今天通告给我 我前天已经发到 您的微信上了 我现在再给你发一次 以后这样的语气 出词不要再跟我说了 上车 开车 哎呀 哎呀 岁数大了 洪小孩子睡觉 都觉得特别辛苦 我想你那时候 把你往房间一扔 你就睡着了 我那么大的时候 你应该还没见过吧 你现在长大了 上一次啊 还是发着火走的 今天 还能这么平静地坐在这儿 怎么 今天找我有事啊 你 你倒是学得快啊 你给我这个干嘛呀 你给我这个干嘛呀 没什么 上次和你聊完 回去我也想了想 说来惭愧 做了你孩子十几年 从来没有试着去了解过你 如果没有真的了解过你 就想到人把你当作偶像去崇拜 那和你粉丝还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去图书馆 看了你00年到05年所有的报道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你根本就不是你口中的好记者 你就是一个利用职权搬动是非 薄关注的小人 听说您的公司 最近有新产品要上市吧 把这个发出去 多多少少 还是会打击到您的现象 拿这个给你看 就是想告诉你 不要再算起我 更不要让肖默来威胁我 挺好 这些资料在网上都不好找 你没少去图书馆吧 我也是好几年 没看到这些东西了 别说 还真挺怀念的 只没时代过去了 我是最早抽身的那一批人 知道自己没什么理想 也没什么激情 他还有自知之明 其实你心里也知道 这些东西 威胁不了我 对吧 是 所以 你其实是拿你自己来威胁我 你算准了 我不舍得你 也算准了 我不敢让你攻击我 因为 一旦你拿这些东西 来还击我的时候 网友就会把全部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你我过去的事情上 我的见死不咎 你的错误报道 还有你家里的一坛子事 都会被通通地揪住 到那一天 咱们俩谁都比想好 你这是 把咱俩往一根手子上帮了 你这就这样 我成功了吗 你成功了 我害怕了 那你 从今天开始起 我不会再强迫你干任何事情 你和那个什么慕 他叫肖木 你和肖默在一起的事 我也不再过问了 沉默啊 我养了你十年 管了你七年 如今任务结束了 我也该放手了 你走吧 您保重 都说了 都说了 这回不用再跑博物馆了 不用了 咱爸彻底变成我爸了 变成隔壁陈叔叔了 行了 直到这一切对你来说 都不容颜 我可陪你七八天图书馆了 你长知识了 你在我家白吃白住 你留我的 我这样真挺尴尬的 那我有事先走了啊 我让家里见 家里见 对了 谢谢你送我过来 是我而已呀 而且万一打不你爸呢 我还能帮得忙我谁 走了 行 你拖着竹子尽 问你 你估得торов 您拖着竹子尽 区子尽 我找你有事 我找你有事 我在去沙青燕的路上 沙青燕结束之后 你再来找我吧 我在去沙青燕的路上 沙青燕结束之后 你再来找我吧 你还好吗 我怎么感觉你乖乖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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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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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玥 我没什么事先出去吧 帮我把门带上 好 好 喂 睦睦 去我房间床疼 看看有没有白色药盘 姐 我找到那个药了 对 那也是我抗抗疫� 아 赶紧帮我拿回来 现在 你现在要我去杀鸡爷现场吗 姐 你要不让那个圆圆回来一趟 不行 如果让别人过去让我有精神疾病 的话 就再也没有人找我拍戏了 好 那我怎么给你送去呢 你赶紧想办吧 把药给我送过来 冯冯姐 你要吃点东西吗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等等 干嘛呢 送外卖的 谁订的 电话给我 那个 我刚打过电话了 没人接 谁的 姚梦归助理店的 那个 问问姚梦归那边 是不是订咖啡了 是 订了 进去吧 等等 这么热的天戴头盔干嘛呀 好 喂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已经在门口了 对 这边有人拦着我 我来了 秦安 是我 秦安 我在这 秦安 你已经想起来 秦安 我已经说了秦安 秦安 出去 秦安 秦安 我不管是什么 秦安 我现在都给你了 秦安 要不今天还是你替我去 姐 你该做回你自己了 我们都应该 回到各自的位置上了 你要勇敢一些 那我走了 等等 你不如留下来参加沙青雁吧 下面有请我们的女主角姚孟规 上台致辞 大家掌声有请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姚孟规 也是出雪之下李荣静的扮演者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 出雪之下的沙青雁 一直以来呢 我都对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大家族 感到非常非常地荣幸 我呢 是第一次演戏 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 张导从来没有因此责怪过我 反而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和细心的指导 那在这里呢 我也要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出雪之下 所有的演员 以及所有工作人员 因为没有你们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成为剧中的李荣静 谢谢各位 婚姻记者对了是吧 谢谢大家 男при comments 我可以 他不明白 您看 这 trains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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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整个夜晚 望着模糊的远方 我就这样一直流着泪 离开你觉得太空 你的泪光 你自看就够难画 没那么容易离开你的身体 Don't wanna be apart Don't wanna be alone 你的晚不会迟来 我的爱不再等待 I wanna see you now I wanna love you again 偶像一个眼神 爱上你我能够 Try to show Don't wanna be alone Don't wanna be alone 你的晚不会迟来 我的爱不再等待 I wanna see you now I wanna love you again 偶然一个眼神 爱让你我能够 转身 劝尽全力去挽回 相信爱不会后悔 你自救给幸福 你自救给幸福 幸福不再后退 I wanna love you now I wanna love you again 偶然一个眼神 爱上你我能够 转身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